大腿接球 大腿接球一般用于接空中来球 由于大腿肌肉层较厚,接触球面积较大 所以大腿接空中球时,接球效果较好 但由于髋关节的运动幅度不大 致使大腿的控制面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大腿接空中球时,要求接球者要更快地及时移动到来球的下落线路上来 不然将无法使用大腿对来球进行控制 大腿接空中球动作要领 面对来球方向,观察来球路线 及时移动至球的下落线路上 接球腿大腿抬起,正对来球 当球与大腿接触的瞬间,大腿下撤 在下撤的过程中,用大腿中部接球 将球接到需要的位置上 今天我们学习大腿停球 什么叫大腿停球 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再讲 来,第一个同学 你抛下球 大家看一下 我分别用右腿、左腿都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看一下 这是左腿、右腿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完整的大腿示范 这是叫大腿停空中球 那么这个球在比赛当中 主要用于什么 空中球变地滚球 需要一个缓冲 然后变成地滚球 大家看 空中球过来 到地上 它有一个缓冲 就是大腿 大腿停了之后 再落下来 变成地滚球 也就是说 我们在比赛当中 有地面踢出来 高空球 空中球不好处理 什么球好处理 地面球好处理 所以同伴传过来的球 或者说 我截停对方的空中球 要把它变成地滚球 往往 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我不好停 我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给他用大腿停一下 然后再变成地滚球 所以在比赛当中 它是把空中球 变成地滚球当中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过程 那么它的要力是什么 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 选择位置 什么叫选择位置 空中球过来之后 你要选择一个正确的位置 便于你大腿停球 这叫停 选择一个正确的位置 你比如说 这个球到这来了 我要想办法要停住它 我要选择的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叫选位 第二步 身体的姿势 大家看 在接住球的时候 对准来球 用大腿 大腿的中部 偏前的部位 对准下落的球 这叫一个身体的姿势 第三 缓冲 当球下落的时候 对准来球 随着球往下掉的过程中 接触球的一瞬间 大腿 后侧 完成缓冲 第四个部位 球一过来之后 接触到 快要落地的时候 你如果说不动它 球一落地 它又变成一个高空球了 那就要耽误时间了 所以说 球在落地一瞬间 你要迅速地把球 给它处理了 变成一个地滚球 就是一个随前的一个动作 大家再看我做一下 来 完整的 对不对 一个随前动作 中间一个缓冲 在它下来落地的一瞬间 把它变成一个地滚球 大家再想一下 首先要调整位置 根据来球调整位置 第二 身体的一个姿势是 大腿前移对准来球 第三 在球 接着大腿的一瞬间 大腿自然下落 缓冲 第四 球在落地一瞬间 我把它变成一个地滚球 四个部位 再次做一遍 大家再看一下 好 右腿再看一下 对准 地滚球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停高空球的一个技术动作的要领 听清楚了吧 OK 好 我们大腿停球的动作要领 已经完了 下面我们来练习 首先我们做模仿练习 大家看一下 首先把球先放地上 首先我们模仿一下 停球这一瞬间的动作 来 大腿抬起 折球 放下 对了 很好 来 再做一次 放 很好 换脚 放 对了 再来一次 放 好 这个练习就是体会 如果到左脚也一样 选择位置 正确的位置 抬腿 好 跟着我做 侧一步 向两侧 向两侧 来 先向右边 来 侧一步 抬腿 缓冲 很好 再向左边 来 缓冲 很好 然后大家分别的向右 向左连续的做一次 来 预备 开始 来 抬腿 缓冲 左边缓冲 很好 好 下面一步 大家拿球 先自己体会一下 自己体会一下 自己抛 缓冲 自己抛 缓冲 然后 右脚两次 左脚两次 来 体会 开始 对 缓冲 右脚 很好 好 停 下面啊 把这个球 向两侧抛 选择到位之后 去做 大家看 抛 好 再跑 再跑 好 向两侧跑 来 开始 到位 要跟到位 腿要跟到位 身体要跟到位 对 很好 好 停 这是 这是选位 停球 下面啊 大家把球 抛高一点 来体会一下 来 停球 人的高度 要超过人的高度 去停球 好 开始 抛高一点 很好 好 左脚 左脚 右脚 都来试一下 左大腿 右大腿 都来体会一下 好 停 下面一步 把这个球 离开身体 不要垂直地抛 向两侧抛 抛高一点 大家调整到位 去体会停球 好 开始 身体离开 离开原地 要到位 选择到位 对 这边的同学 抛给这边的同学 来体会 大腿停球 来 开始 好的 很好 来 拿好之后 这边抛 开始 好 这边 再抛过去 再抛 好 下面 下面 把距离拉开 你可以抛高 抛远 给大家三十秒钟 左右脚 都体会一下 来 开始 左右脚 左右脚都来试一下 很好 很好 下面 一个完整的动作 当球停下来之后 从高空球 变成半高球 又从半高球 变成一个地滚球 这个 中间有一个 连接 怎么来连接 大家看一下 当你停了之后 这还是个半高球 你还要把它变成一个 地滚球 这还要动作的一个连接 也就是说 我停了之后 马上衔接下一个动作 把它变成一个地滚球 大家看一下 变成一个半高球 然后再变成一个地滚球 一个动作的连接 来 开始 变成一个地滚球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停完球之后 一个动作的一个跟随的连接的动作 好 大家来抛一下 试一下 对 直接处理 在它落地一瞬间 把它变成一个地滚球 来 这边抛 晚了 早一点做 动作连接 来 开始 很好 很好 刚才我们练习了 大腿停空中球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 有几个很典型的错误 这几个典型的错误 我先找人做一下示范 大家看一下 给个球 大家先看一下 看完了之后 大家可以自己来指出来 是什么问题 来 先跟他跑 再跑一次 好 停 大家看到没有 第一个问题 球跑了 第二个问题 没挨到球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在于 对球的落点的一个判断 上腿和侧腿的时机 掌握不好 应该是什么 接触到球的一瞬间 下侧 自然下侧 而不是快速的下侧 它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上腿太晚 导致球 在下落的过程当中 你的腿才上去 球没停住 第二个问题 球 腿到了位 但是呢 球到位的时候 你侧腿太快 所以出现了刚才的问题 我们再来试一下 再看一下 时机 第一个 球挨到腿的时候 再侧腿 自然下侧 很好 做得很好 来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注意点 上腿的时候 不要侧的太快 接触球一瞬间 再去侧腿 很好 很好 来 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 侧腿时机 和上腿的时机 不在地 不在点 第二个问题 来 我请你抛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 好 再跑一次 再跑一次 大家再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它的问题在哪里 主要的问题 球到了侧面 你的位置 没有及时到位 正确的听球是 球在人体的前方 它球到了侧面之后 它侧面抬腿 停不住 应该是什么 正确的是 调整到位 把球停下来 好 我们下面再来一次 看一下 抛高一点 很好 这个就对了 大家看到 它的腿是不是在动 调整位置 来 对 很好 它在动 说明 它发现这个球的落点 是在侧面 它要调整到 人的正前方 好 再做一次 很好 很好 好啊